宗教的讯息 雾峰新德宫 祖寺宗坛太子元帅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去年举行整修后 举办入伙安座仪式 在满一周年的这天 地方举行流水席 宴请信仲 也与社区结合 行销雾峰在地的东特产品 场面相当热闹 位在四德路上的新德宫 祖寺宗坛太子元帅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由于建筑老旧 加上使用空间不足 去年庙方决定进行整修改建 这天刚好是入伙安座满一周年 各地庙宇人员也纷纷前来祝福致意 社区同时也举办流水席宴请宾客 让大家吃平安 我们在社区 在今天我们办这个 我们农村寨生意 105年度的佛阿世纪 今天来举行 我们帝宫新德宫的 这个供求 周年建筑老旧 来请我们所有的社区 和我们幽庄 和共同来参加我们的华堂 经过高温高压的烘烤之后 正正米香味道飘散会场 再加上麦芽糖的搅拌 趁着热度高时倒入模具 大家赶紧用擀面棍将米香碾压平整 充满浓浓古早味的爆米香 可说是相当的强手 趁着新德宫入伙安座庆周年 社区也举办农夫市集 热闹一下 我们今天来四德社区 我们也感受我们社区的产业 紫椎花 茶包 还有精油 还有紫椎霜 还有收工罩 来这边设摊 让这边的民众 更更是我们六五社区的产业紫椎花 除了四德社区 其他社区也加入摆摊的行列 带来地方特色商品 像是紫椎花商品 香炒茶叶蛋等等 让这场宗教喜事 变得更加热闹非凡 记者陈朝安 台中采访报导